HELLO 大家好 我是Junas 今天呢要跟大家開箱一個完全沒有壓力的品牌 然後這個品牌呢我今天要分享的是他們的週年慶組合 應該是說他們的組合 但是我覺得在週年慶買的話會更划算 這個牌子就是Benefei 大家有看到後面也有很多很可愛的擺設對不對 這就是今年會推出的禮盒組們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這麼興奮呢 因為我覺得他們家的禮盒就是送禮很澎湃很有面子 然後價錢又很可愛CP值很高 而且呢他們家的禮盒買回來 像是你們看到後面的小蛋糕禮盒 就是鐵盒的 他們家每一年都會有不同的禮盒 然後也會有風格上不一樣小小的變化 我自己家裡有一個應該五六年前的禮盒吧 現在都還拿著當收納品 他們家好處就是他們家的那個材質啊 禮盒材質都做得很堅固 外觀也很好看很順眼的外觀 像是這個就是比較粉嫩一點的小蛋糕組合 除了東西可以用以外 這個小鐵盒也可以當成擺設啊或者是收納 像就算是他們家的紙盒包裝啊 也都很適合擺在你的畫中台上面 然後如果你想要用的時候 再把它拆封拿出來用就好 你會覺得這個擺在後面就要很可愛 因為我一直想到要送朋友 因為我以前有收過Beneway家的禮盒 然後打開禮盒的時候 我就是 這裡面也太多東西了吧 然後你打開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我跟這個朋友有這麼好嗎 他為什麼對我這麼好送這麼多東西呢 禮盒裡面的內容物打開也不會讓人家很 你們就沒有東西這樣 是不會的 你是小狗喔 好那我迫不及待想先把我這個 看起來超級沒有氣色的臉 加上一點顏色啦 那我就先讓這個很可愛的登場 這個是非常純愛世界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套組才有的 精緻小小款 然後他大罐的話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這種腮紅藝蠻小罐的非常好 大罐真的要用非常非常久了 看到新歡的時候又會想要買其他的 所以我覺得小罐的非常好 他每一個顏色都不一樣 你就擁有了四個顏色 我現在擦這個比較像櫻桃的顏色在唇上 這個比較像櫻桃的顏色 他上起來的顏色非常的淡 所以我覺得是比較適合上方或者是上學的 那種想要淡淡有氣色的妝容 他上來嘴巴上面其實沒有任何的 唇膏的那種質地在上面 他就是一直很薄薄的染唇效果 我再來上另外一個顏色好了 因為這個質地有點不一樣 這個是比較水的 桃色比較鹹色 因為一樣是像染唇液一樣薄薄的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不喜歡畫很濃的唇妝 像是學生上班族就很適合 他很淡 然後你看不出來他的那個唇膏的厚度 可是顏色又很夠 拿上一個橘色的 這是橘色的 再臉頰看看好了 這樣矮 拍開之後好像就沒有這麼橘了 還是這邊用的比較少 有啦還是有顏色 好可愛的顏色喔 好像水蜜桃 不是很像橘子 有一點像水蜜桃啊 唉唷超可愛的這個顏色 其實我覺得這個顏色 原本我刷在那個手上的時候 看起來有點可怕 因為他是比較 有螢光感覺的橘色 他的那個橘色是很透的橘色 所以不會覺得膚色變得過於健康 這顏色好可愛喔 超級可愛的耶 一台腮紅的最大優點就是 上起來會非常自然 然後他可以疊加 就是顏色你可以濃也可以大 你就很好很好調整 不太容易失手的一樣品項 然後加上他有四個色調 其實你也可以 比如說你這邊上一點橘色 這邊上一點粉色 或者是混色用都很方便 所以這個很適合送給朋友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對方 喜歡什麼色系的腮紅 一次丟四罐給他搞定 套組是1040吧 所以折合台幣一罐大概是250 但如果你是週年慶買的話 可能還有一些滿千送百的折扣 這個就非常非常的划算 好可愛喔 接著我來玩這一組 這個我超級想要的 我之前就已經想好要買了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有買 這超可愛的喔 這是一個五合一的套裝 然後它是很厚的 然後它是很厚的 是這樣的一個套裝 這樣 我看到非常的華麗 這盤是一盤很實用的那個 夾彩盤吧 因為它有五個腮紅顏色 這一個顏色是最有名的 普攻音腮紅的顏色 再來有打亮的顏色 修容的顏色 然後比較深可以當bronzer的顏色 這個刷子 比放在普攻音腮紅裡面的刷子 還要好用耶 它不會刺了 已經有改良過了 好開心喔 普攻音腮紅刷起來超級可愛 然後就回帶它的刷子非常的難用 但是這一盒它的刷子是柔軟的耶 有一點開心 我就用這個刷子刷一下普攻音這個顏色唄 這顏色很淡 但是它很自然 然後 其實它看得出來顏色 只是說 是那種淡淡紅潤像水蜜桃的顏色 這個顏色在 我學生時期的時候就非常非常的喜歡 它這個顏色就是上出來粉很細 然後顏色很淡很自然 有沒有 那我再刷一個這個紅色的顏色 點看看好了 這一個 它這個有一點帶閃的紅色 喔 我這裡有一道那個 金色的光 我不曉得鏡頭看不看得出來 看鏡子很明顯 那它的粉 它的那個打亮粉不會讓我的臉 感覺有一點顆粒 因為我這邊的那個小顆粒其實蠻多的 但是這個沒有 我不想要上的太明顯啦 因為它的光澤感其實還蠻重的 然後我要來刷一下這個打亮 這個 喔 沾很多欸 這個打亮色也是比較偏金屬光的 欸跟剛剛的腮紅還蠻融合的 哇 哇 很亮 而且它不會不會很突兀 它顏色蠻融合我肌膚的 喔 噢 我修融一下 我看看這個紅色是 這個顏色是 這個顏色是 比較偏 有一點點 棕色的 顏色 它應該可以當成眼影的打底色 就是打眼窩的顏色 然後如果是鼻翼的話 可能會有點太紅 蠻自然的 不過顏色蠻 蠻好上色的 所以不要一次用太多 我把這個顏色當那個 臥蠻的顏色 看看 這個顏色感覺是可以當眼影的顏色 但是我現在這樣應該不太明顯 完成 那這一盤它價格稍微過一點點 是2000多塊 但是呢 一共有5個真或尺寸的夾彩盒 那一個 一個夾彩盒的話 大概是1200塊左右吧 所以等於你是用兩個夾彩盒的價錢 就可以買到5個顏色 裝起來給你 顏色很多 然後也蠻好取粉的 所以 其實用量不用很多 所以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 送人的話 當然就更不用說了一次 收到的這一盤有5顆顏色 而且裡面還有明星色 就完全不用擔心 收到的話也會很開心 這一盤刷在臉上的效果呢 是比較 我覺得它的打亮 都不算是很分亮的那一種 就是 它還是比較偏腮紅的顏色 然後腮紅裡面會有夾帶一些金屬光 所以 如果你不是很喜歡用那種 bling bling打亮的話 用這個腮紅代替就可以了 這邊還是會有 微微的亮光 然後像 蓬蓬的感覺 我今天最主要是用剛剛示範的那兩樣 唇彩商品 再來我開箱這個蛋糕盒給你們看 蛋糕盒有分成大的蛋糕盒 還有小的蛋糕盒 登登 它是這樣的 這裡有附了一個 那個 哲哲稱奇的 毛孔隱形露 然後這個蜜粉 剛才應該有出現過 這是修容筆 然後這裡有一個 液態的打亮 這個也是 很有名的打亮膏 睫毛膏 睫毛膏 我是還沒有用過的 這個是小的 紫色的 裡面應該是那種比較小罐的 迷你版的 這個是眉毛的吧 兩眉膏 喔好可愛 迷你睫毛膏 這個是迷你的毛孔隱形露 以上就是我手邊有的這些 禮盒組 那週年慶大概會販售十來個組合吧 那我今天是挑出了我比較有興趣的組合 給大家看 那其他的組合呢 大家就可以到櫃上去逛一逛 說不定有更適合你的組合喔 好那今天Benefit的這一些禮盒組 希望大家看得很過癮 也提供給大家一個CP值高的禮物選擇啦 像是聖誕節啊 還有過年啊 母親節的都可以送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助我的影片 按讚、留言、訂閱、加分享 如果還想要追蹤我的更多即時動態的話 我的Facebook、Youtube、微博 都歡迎大家加入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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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